前阵子很多人都在缅怀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回看杨靖宇的事迹 大家的眼睛里就像是进了沙漠 忍不住掉眼泪 杨靖宇本名叫做马尚德 但为了安全和保密 他用过张冠一 杨战身等化名 而杨靖宇就是他最后一直沿用下来的名字 在918事变后 杨靖宇前往东北组织抗日联军 在他领导下的东北抗连多次和日军血战 歼灭过多股敌人 东北的日寇因此把杨靖宇视作眼中钉 开始大规模调动部队围剿 面对残酷的镇压 杨靖宇把部队化整为零 分散开大油筋 但这时他最信赖的一些部下就叛变投敌 比如从小跟着杨靖宇长大的师长长长斌 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牌牌长张秀峰等人 就是因为这些叛徒的出卖 日寇总是能找到杨靖宇的行踪 杨靖宇很快就被逼入淡尽粮绝的境地 身边的战友也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和敌人周旋 在冰天雪地里 杨靖宇满身动窗 双脚也被动得溃烂 但还是坚持战斗 在面对劝降时 他坚定地说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那还有中国吗 1940年2月23日 杨靖宇在河边被包围 他只身血战日扣20分钟 右手中弹就用左手开枪 腿部中枪就扶住树干 再战起反击 最终他被机枪扫中胸膛 牺牲时年仅35岁 敌人随后残忍地剖开杨靖宇的遗体 发现他的肠胃里 只有一些没被消化的草根和树皮 他竟然是靠吃这些东西战斗到了最后 对这样的铁血英雄 连日扣都不得不敬佩 现在离杨靖宇训国已经过了81年 中国已经从被侵略者蹂躏的弱国 成长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以前那样残酷的斗争 离我们好像越来越远 但歇恋们不屈的意志 和为国牺牲的精神 咱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忘记 请不吝点赞订阅